李立志望望没想到夏仁已经结婚了 而跟夏仁结婚的正是他最要好的表妹李雪燕 什么 夏仁已经娶亲了 和他结婚的人居然是雪燕 管阴毕 夏仁这个臭小子 可是自以为是的很 你让我放下面子去拜访他 又如何 他不是照样装定不见朕 不领这个情 陛下 既然夏公子无心这朝堂 我们也不能难为他 朕哪里难为他了 明明是这臭小子次次都在找朕的麻烦 陛下 现在还不是生闷气的时候 眼下与吐蕃的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是早点定夺最佳的人选才是啊 朕与其在这里生闷气 倒不如考虑一下别的人选 大唐的怜悯可比虾人重要千倍万倍 也罢 既然这个虾人不识抬举 倒也不必再和他多纠缠 朕就不信了我泱泱大唐 还找不到一个参加比试的人选 前几日听宫里的丫鬟说 第一次大唐输得厉害 本公主自然也很是气愤 但听说父皇又单独跟吐蕃使者约了一场比试 直到今早才听说父皇想找虾人代表大唐参加于吐蕃的比试 虾人所作的诗歌确实文才出众 如果他可以代表大唐 定能赢了这次的比试 为我大唐赢回脸面 前几日电视的那个刘秀才 文实尚可 倒是可以作为备选的人才 李家二公子我也见过 虽然年纪是小了点 但是才华还是很不错的 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 陛下倒是可以将他请过来 考一考他 古也 公立游来了一个公公 不见 本家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但凡是宫里来的 你就说古也身体还没好 无法见客 可是 可是这个公公好像不是荒山派来的 你懂个鸡毛啊 不是李二派来的 也定和宫中脱不了关系 我说你小子怕不是在糊弄我呢 古也 莫拉干扶龙命了 真的 虽然是个萧公公 但是他说 说是昌乐公主的抠行 萧的也觉得奇怪的恨 昌乐公主 怎么也来遭古也 啊 昌乐公主 李立志 是那个与本家原本有婚约的常乐吗 可是他来干什么呢 我又不认识他 莫非是知道了我们的婚约 闹着要来见一见我 也罢 那就见一见 看看这个小公公带来了什么话 这位公公来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 骏马也好 小的是奉了常乐公主的命令 来给您传口信的 公主约您明日中午 到海边一见 有要事协商 啊 李立志一个公主 约自己到海边相见 到底是想做什么 虽说我和李立志之前确实有婚约 可是他那个傲慢的爹 既然一口就拒绝了本家 自然也不会再到他的面前提这件事的 不过嘛 既然是公主邀请 又是海边 想来和李二是没什么关系的 看来要是想知道答案 还是得亲自跑一趟 雪燕 常乐公主约我明日与她一见 我想这既然不是皇上 想来也不是朝堂上的事情 见一见也是无妨的 你觉得如何 夫君想去的话 就去赴约便是了 为何还要问我的意见 因为你是我的夫人 对我很重要 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听一听你的意见 那我也相信夫君 既然公主邀约 必是有什么事情 你去便是 多谢夫人的信任 为夫谈完事情 一定第一时间回来陪夫人 虾公子可还记得我吗 你是 哦哦哦 你是李志 卧槽啊 原来她是常乐公主李立志 她居然就是我那原本婚约的对象 怎么 虾大哥 被我这女儿生下傻了吗 没有没有 本家已有家世 更何况您贵为当朝公主 即是我一个乡野村夫高攀得起的 不过 我真是没想到 再见你 却是这么个时间和地点啊 不是的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 只是当时我身边布满了父皇的安慰 如果我当场说出了真名 以安慰的性格会直接将我捉拿回宫 还请虾大哥谅解 不碍事 哦 对了 听说你找我 我今日请虾公子相见 还是因为有钥匙相求 还请虾公子务必答应 哦 这天下还有公主办不成的事 还需要我一个乡野村夫来办 公主不妨说来听听 我想拜托虾兄 代表我们大唐参加吐蕃与大唐的比赛 是你爹叫你来的 没想到李励志找我竟是因为这个事情 历史老师不是说后宫的女人 只不会管这些国家大事的骂 难不成这李励志是李二找来的美人计 这李二知道本家与李励志有婚约 就想利用自己的女儿来求本家参加比试 卑鄙 实在是太卑鄙了 不是 父皇根本不知道我会来找你的 只是那一日父皇与母后说起这件事 我正好在一旁便知道了 父皇为这个事情还烦心了好久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忧心了 故而才私下约见于你 而且这个事情关乎到我们大唐的荣辱 我知道你的才华 如果你真的可以出面参加比试 一定会成功的 虾大哥 我知道你的能力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们大唐 去参加与那吐蕃人的比试 这是大唐的颜面 我作为公主想要守护她 可奈何我大唐无异能人能参赛 现在只能来拜托你了 你一个公主 怎么还管这事了 居然还大胆到私底下约本家出来见面一谈 这要是让陛下知道了 一定不会惊扰我二人的 我是公主 是大唐的公主 维护大唐的脸面声誉 自然是我的责任 想必你也听你父皇说了 他三番两次的来找我 我都没有答应 况且你还是个公主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呢 而且我早就立下誓言 此生只想过咸云野鹤般的生活 根本不想参与朝堂杂事 这个比试我怕是有力无心的 唉 也罢 今日的邀约其实我也不确定你会不会出现 但是我想赌一把 我想试一试 试一试自己到底能不能劝说你 这个事情关乎大唐的颜面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是会去做的